这是里面的一个结构的 就是过渡段 然后再叫喷零段 再过渡段 喷零段 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构造 然后过渡段的话 这里被损的这部分是检修的 方正检修维修的一个批材 然后现在就是在喷零 算是有一个效果 就是每一块设备在冲卡之前 我们都会先进行预浊调试 尽量没有问题 然后再发到你那边 然后你那边的话 你那边的话 这样装装起来也很方便 调试起来也很方便 就照着我们一条和一组的这个视频来 就OK了 你看这个过渡段要比喷零段 要有一点高度 第二次高度的原因就是 让水溅出来的水 能够流到那个回收水池中